各位好 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 我是何亮亮 中国流行病学专家 首席防疫科学家曾光 28号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说 中国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 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 曾光说 动态清零是中国在特定时间的防疫对策 不会永远不变 在对发病死亡容易容忍的情况下 与病毒共存是人类的长远目标 但是曾光也强调 当前西方国家急于实施与病毒共存 那么对中国而言风险很大 不宜随之其武 曾光说 中国在动态清零的政策下 依靠防疫接种而建立的防疫屏障 那么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国家要低千百倍 那么这是过去的成果 但是也是现在的软肋 况且疫苗接种还有漏洞 例如老年人和一些慢性病患者的 疫苗接种率还不够高 那么以及接种疫苗之后 这个抗体会在随后几个月就消退 曾光说 中国应该以冷静和虚心的态度 去观察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没有必要在全球病情高峰期 就打开国门 但是也不宜在冬末春初 呼吸到传染剂的高峰的时候 放宽防疫措施 他说发扬举国体制的防控优势 那么及各家所长 探索灵活而可控制的开放 将是中国的共存特色 那么相关的争论我也注意到了 就是一个是与病毒共存 那么一个是动态清零 其实我想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辩证法告诉我们 看待事物不能用这个禁止的绝对的眼光去看待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这个动态清零 它在中国在防疫当中 所起的这个重大作用 中国防疫的这个成就 大家都是有共睹的 但是从来没有说 政府也没有说 动态清零是一个永久不变的一个目标 那么随着这个中国 这个接染病率已经非常低了 那么另外呢 这个西方国家才付出了大量的 巨大这个代价之后呢 现在普遍已经实现了这个动态 实现了这个所谓与病毒共存 西方国家的这种 我们说这两年来的这个抗疫的模式呢 也不能说是一无可取 这个增光这点讲得很对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国肯定一方面要坚持自己正习的这个做法 那么同时呢 也与时俱进 根据这个情况 因为动态清零在中国已经实施两年了 是不是还要再实施两年 那么我想呢 这个决策层它会根据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 事实的这个做出调整 特别中国在全球化的这个进程当中 这个既担负的这个重要的角色 那么同时呢 也承担了这个很大的义务 好我们来看 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已经踏入了第六天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明军呢 都遭到了俄军的炮击 那么造成了至少40多人死伤 总统这个斯林斯基批评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他呼吁国际社会要认清事实 那么另外有华人在从乌冬赶往利沃夫的这个路上 这个重弹受伤 目前呢 已经送院救治 乌克兰军方这个声称啊 他们已经杀死了超过5700名的俄军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稍一股表示 俄军将继续在乌克兰这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直到实施既定的目标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自由广场上的 政府大楼被导弹击中 发生猛烈爆炸 大楼附近的建筑物和汽车也遭倒波及 有建筑物内部严重损毁 变成危楼 当地州长表示 俄军对哈尔科夫发射火箭弹和巡航导弹 击中住宅区和政府大楼 但乌方坚持守住这座城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顾问波多利亚克批评 俄军故意炮击城市 包括住宅区和民用设施 试图让乌克兰平民恐惧 俄方反批乌克兰政府将平民当作人肉盾牌 在首都基辅附近城镇 有居民楼凌晨遭到导弹袭击 基辅向其警报 有最新卫星图片显示 大批俄军军车 大炮 坦克和后勤车辆 绵延60多公里 已经推进至距离基辅市中心17公里 并在多条前线发动攻击 沿途有大桥和车辆被摧毁 而在基辅和哈尔科夫之间的 苏梅州阿赫特尔卡市 一个军事基地28号遭到俄军空袭 造成至少70名乌军士兵死亡 乌克兰议会发推文 称这些士兵是乌克兰的英雄 至于在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 俄军已经濒临城下 有居民楼遭炮火击中起火 有网上视频看到俄军士兵正在进城 赫尔松市长早前称 俄军正在赫尔松入口处设置检查站 并呼吁市民不要在宵禁时段之外出门 而在东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战事也在持续 有建筑物冒出浓烟 泽连斯基已经签署命令 允许外国人免签证进入乌克兰 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 抵御俄罗斯军队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一号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俄军将继续在乌克兰 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直到实现既定目标 主要任务是保护俄罗斯 不受来自西方的外部军事威胁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报道说 俄罗斯没有在第一时间 摧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已经远远落后于最初的计划 有美国官员评估 俄军在南部地区的攻势 取得进展 但如果一直无法推进 俄军可能向机辅和哈尔科夫 发动更多导弹和炮弹攻击 造成更多伤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围绕着乌克兰的军事 和外交形势 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刚才通了电话 内容还不响 但是我相信通话本身 就是一个好消息 一方面说明乌克兰 它还要争取各国的支持 或者至少是各国的理解 而王毅肯定也在通话中 向乌克兰方面 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我们看到目前乌克兰这个战事 其实也显示了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如果说过去人们 包括很多军迷都认为 如果俄罗斯发动 对乌克兰的战争的话 俄罗斯将会碾压乌克兰 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出现 一方面今天我注意到 世界各国电视台 都在引用美国军方的消息 而且是引用了美国的 美国方面提供的 卫星的视频 那就是俄罗斯军队的车队 包括坦克装甲车 补给车辆等等 长达60公里 那么正在开往基辅的途中 那么基辅是一座 有800多平方公里 面积800多平方公里 有近300万人口的 那么这样的一座中等城市 现在人口估计只有200多万了 因为大批的人已经外逃到其他国家去了 但是尽管如此 你要包围这样一座城市 然后要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话 占领了之后怎么办 当然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 俄军如果能够 就算不是占领 而是包围基辅 那么它都有相当的意义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也注意到了 就是乌克兰总统 子林世纪 这几天肯定是世界上 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新闻人物 这位曾经的喜剧演员 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 他拒绝了美国人的提议 没有逃到其他国家去 也没有迁到利沃夫去 而是坚守在基辅 而且不断地号召 乌克兰的民众 包括基辅的民众 要跟军队一起抵抗 而且乌克兰的军队 我觉得我们换个角度去看的话 乌克兰人如果既然是像普京 所说的那样 跟俄罗斯本来就是同一个民族 那么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 和乌克兰人 是不是也有战斗民族的某些特性呢 所以乌克兰人没有被 乌克兰军队没有被碾压 但是另一方面 子莲斯基号召外国人也来参战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 因为如果有来自北约国家的 这个化妆成平民的军人 如果在乌克兰参战 而又被俄军俘虏的话 那么就会被俄 肯定会被俄罗斯当成是一个 北约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事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借口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继欧洲多国的反战示威之后 28号 俄罗斯多地 美国 纽约以及俄罗斯邻国的 这个格鲁基亚的首都地比利斯 也都爆发了反战的 这个社会游行 抗议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近千名格鲁基亚人 28号在首都地比利斯集结 反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抗议者占领了地比利斯的主要街道 要求格鲁基亚政府 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各总理加里巴省维利表示 制裁俄罗斯不符合 格鲁基亚的国家利益 乌克兰人28号 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 抗议战争 要求将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 并支持乌克兰民众 而在俄罗斯各地都有抗议 在圣彼得堡 数百人聚集在市中心 而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 将抗议者拖上了警车 有民间组织声称 警方当天在45个城市 因反战示威活动 拘捕了至少1474名俄罗斯人 过去几天被拘留的总人数 超过5000人 克里姆林公则试图淡化抗议活动 建成有共广泛的俄罗斯人 支持对乌克兰的袭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西方国家 也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都发生了反战的示威 我注意到 从电视新闻镜头上看 各地的反战示威活动 有一个共同的标语 非常简单易记的 就是英文写的 Stop Putin Stop War 制止普京 制止战争 朗朗上口 非常容易 即使稍等一点英文的人 都可以制作这样的一个标语 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统一 做这样的一个部署 这看来也是一种心理战 或者是宣传战 现在对俄罗斯的施压 还不能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总之是在一个极限施压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足球领域 甚至在音乐领域 那么更不要说在金融领域 对俄罗斯已经是在全面的施压 那么大有不仅是黑云压沉 而且大有把俄罗斯开除球级之势 就是地球的球级 当然开除球级是做不到的 但是西方能够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优势 一方面是妖魔化俄罗斯 一方面是妖魔化普京 但是我想普京总统 他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之前 一方面他有他的理由 我也看到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外长 他们说为什么要跟美国一起反对俄罗斯 是因为俄罗斯毫无理由地去侵略乌克兰 我觉得这句话很求快 怎么叫做毫无理由呢 你可以不同意俄罗斯的理由 但是俄罗斯他有他的这个理由 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或者像一些西方媒体讲的那样 这个普京就是一个希特勒 他好像就是一个迫害狂 你用这样的观点 你去评判这个事情当然很容易 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 这个俄罗斯 比方说俄罗斯一个著名的论论家 这个陆基亚诺夫 他今天在俄罗斯媒体上撰文 他说俄罗斯要引导整个世界体制的改变 我觉得从这里面似乎也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俄罗斯不仅是要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他对于目前整个由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这个体制 他都想这个尝试要做出改变 当然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 还取决于未来 就不仅是取决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事 还取决于其他这个因素 俄罗斯肯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难 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 像西方这样的妖魔化普京 那么以及对俄罗斯的这个极限的这个 这个施压和这个制裁呢 也不可能改变俄罗斯 现在请看 风华卫视记者报导的 其他重要标的新闻 我们待会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准备时间 截至3月1号的零点 香港新增32,597宗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 这个病例 那么是已经连续两天突破这个3万宗 中央支援香港新建的这个新一方程医院 在历时只有7天之后呢 就建造完成 1号正式交付给香港特区政府使用 在香港轻衣经过7天通稍打蛋的建造后 中央原建香港新建的轻衣方船医院于28号完工 并于1号正式交付香港特区政府使用 轻衣方船医院是香港抗计第五波疫情以来 首个完工的中央原建香港方船医院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建造 能够提供大约4000张隔离病床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扎超1号到医院现场视察 并再次感谢中央资计香港抗议 李扎超表示 轻衣方船医院主要接收没有病症或症状轻微的感染截 这些矿节留在隔离设施的时间一般比较短 大约7天左右 因此建设相关设施时是以尽快证程可使用为主 重要性就是将这些确诊的人士可以尽早去隔离 整个风险是可以即时限制到切断这个传播链的 疯狂卫视林浩贤 香港报道 7天建一座方舱医院 这不是神话 这是中国在武汉的抗疫斗争的时候 就创造出的一个经验 那么如今香港的疫情正处在一个危急的 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很多人确诊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隔离 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援建的第一所方舱医院 今天已经交给香港特区政府了 就已经开始救命了 因为原来就没有办法救命 那么我注意到 一方面香港这个形势确实是非常严重 有一位香港的医学专家估计 未来香港总体会感染的确诊的病人 能够高达170万 这个数字真是太可怕 但是他有他一套计算的方式 你现在这样每天3万 然后再以几何的方式到6万9万的话 那么再过一两个月真的会到100多万人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希望不要达到那样一种局面 我注意到这几天香港的 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 那么都有人建议说 因为由于香港没有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指挥中心 那么是不是应该由这个中央和这个香港 来联合建立一个指挥中心 因为香港政府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 这个建立一个指挥中心的这个必要性 那么如果说这个原来 这个香港有人或者是对 无论是对方船音乐 还是对全民检测 无论是政府或者民间 都有人不以为然的话 那么现在民众的绝大部分都已经看到了 香港必须要依靠这个中央的这个支持 必须借鉴这个内地的这个经验 真正的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把这个抗击疫情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那么在这方面呢 那么我相信这个香港目前这个体制呢 也确实要做出一个改变 而内地呢也确实有必要帮助香港 在这个强化这个指挥体制方面呢 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和帮助 好 我们来看 美国的这个拜登政府呢 派出了一个由这个前政府的这个资深官员 组成的这个代表团赴台访问 那么1号下午呢已经抵达台湾了 预计这个代表团要在台湾停留两天 那么有台湾媒体的这个指出啊 这个政治俄乌交战期间 美国派代表团只是为了安抚台湾 但是此举呢会让台湾一个紧张 台海的紧张局势升温 台湾呢就更陷阱 美国总统拜登派前军事和安全官员 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 专期1号下午抵达台北宋山机场 预计停留两天 访台期间将会见台湾领导人蔡英文 和台湾军事首长邱国正等官员 正值俄乌战争期间 美国大动作派访问团赴台 分析认为目的是在安抚台湾 其实很多人对美国所扮演的世界警察 或者叫做世界霸主的角色 其实都已经动摇了 甚至有很多人都说 这次恶物战争使得美国从霸主的神坛 要掉下来了 所以这时候拜登白宫派出了 一个高层的特使团 那么事实上也等于是安台湾的心 访问团由美国前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领军 其他随行团员涉及军事和安全领域 关注国际外交情势 军事行动策略和区域安全 部分成员过去曾多次访台 分析指出这些现任官员 都有安全和军事背景 他们赴台访问 只会让紧张的台海情势增添波澜 凤凰卫视彭时廷林清斌 陈建达台北报道 针对美国的代表团访台 这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一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 为自己谋独挑选这个壮胆 那么只会加速灭亡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方派任何人展示 所谓对台这个支持都属徒劳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 美方派任何人展示所谓对台支持 都是徒劳的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慎重处理失台问题 以免进一步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和台海和平稳定 日前美国海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媒体都进行大篇幅报道 王文斌回应说 美方的炒作不知意欲何为 如果美方想要借此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的话 我们要告诉美方 这只会加速台独势力的覆灭 美方也将为其冒险行径付出沉重代价 如果美方试图以此向中方恫吓施压的话 我们要正告美方 在14亿中国人民组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任何军力威慑都形如废铁 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这套把戏 还是留给那些迷信霸权的人看吧 凤凰卫视 霍卫委委王磊 北京报道 美国一个带有官方色彩 都说这些前任的官员 不是现任的官员 而且都是有军事安全背景的 这些官员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访问台湾 目的何在呢 美国的媒体指出 美国是要向世界显示 美国能够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强国 美国要对付俄罗斯的强国 我们从这个俄乌战争当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而美国在这个乌兰战争当中 所起的这个作用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一方面就对俄罗斯施压 一方面就是不仅是美国 包括一些北约国家都向乌克兰出售 或者是援助了大量的军火 但是美国绝不会派军队到乌克兰参战 因为美国很清楚这样带来的后果 那么所以我看到台湾的媒体 最近几天来对乌克兰的战事 有大量的密集的报道 那么很多台湾的民众 也包括很多台湾的民族 也都在比较台湾和乌克兰 台湾和乌克兰情况当然不同 但是也又可以比较这个地方 那么特别是在于对于美国 这个未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想要如何的这个所谓援助台湾 我觉得呢 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中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兵家的这个老祖宗 孙子蒋的话 那还是一个名言 还是一个真理 那就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么这是解决问题 解决危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 但是如果要用兵 如果要动武的话 那么从俄罗斯这次在乌克兰的 这个战争的一个进程当中 可以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一个特点 那就是速战速决 久拖不决 那么这些情况呢 我想当然各个方面也都会关注 那么目前台湾的军方都在这个高度关注 那么同时他们也在研究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事 对于未来的台海的这个局势 特别是如果台海战争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这样的关注 肯定是各方面同时都在关注 同时也是同时出于不同的立场 但是也都会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 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时间到此为止了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